欢迎收看《自有感觉》 我是可静 我们现在在突发的高峰 看到我身后了吗 那些杨树的叶子啊 它都黄了 看 让我这个南方人 真正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啊 多美啊 这太阳 然后这黄色的叶子 然后这潺潺的水 其实我现在呢 是11月份来到的这个里 吐鲁番 因为现在深秋 雪水化的少 所以看到的水呢 就比较少了 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呢 它的水位会涨到更高的地方 到这个葡萄沟的话 没有发现多少游客 所以走在这个葡萄沟的路上啊 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欣赏了这些杨树啊 然后再晒一下这点暖暖的太阳 特别的气 呀嘿 我们一到这个达瓦兹这边门口啊 就看到这种很多圆顶的这种房屋建筑啊 像这种房屋建筑的话 圆顶的房屋建筑的话 是老一辈的维吾尔族人 他们居住的地方 以前的人呢 他们就是住在这样子的 圆顶的房子里面了 不过呢 现在呢 就作为一个景观 一见到这个达瓦兹这里啊 看到这个类似于这个 葡萄的一个东西建筑 看一下 哦 哦 它这一种啊 是土 土跟那种草混合做成的 好大个 不知道它具体是用来怎么 房子吗 因为我看到了门 这个比较像正规的葫芦 它这边土路翻的土质啊 全都是那种沙土 有这种石头来堆的话 就能够加固 这有一棵桑树 这边适合种植桑树吗 反正这个桑树的年龄都特别高 全都牌子当中写了好几百年了 历史 我身后这个 有点像水壶的东西啊 不知道是叫什么 不知道大家观众们知不知道 上来这呢 看到了这里的干果 葡萄干 为什么没有老板呀 我可不可以偷吃一个 看好大个啊 它这个 葡萄干 不错 再吃一个 好大啊 没有人 没有人 我再抓一把好不好 不行 不行 这两床再就好了 继续往上走 这上面这建筑也是很特别的 也是只有在这一边 大西北这边才能看到这种建筑 那个横幅写着 美丽新疆纪念油品寻找 葡萄河站 因为这个达瓦兹的话 它也是一个热门的景点 我在这上面 一个展柜台 这上面 看到了超级大的贝壳 好重啊 新疆报纸 一点都看不懂 这才是秋天的气息 这是在我们广州的话 很难才见得到的秋天的气息 那一边还有一大堆的葡萄架 上面的葡萄都被收走了 我现在都要这边往上面走 然后看到那些它这个土鲁帆 这个土质啊 这种凸起来凸起来的 有点像那种在悬崖峭壁上的宫殿 看起来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广场 上面有着我们国家的国旗 五星红旗 如果现在是旺季的话 它这个小小广场呢 就是用来走绳索 走钢丝的一个场地 看到厚厚的钢缆 那个就是走钢丝的钢丝县 我们从那个走绳索那个场地 往这边一看 就看到了一个很像童话般的那种小道 灵鹰小道 因为它的栅栏矮矮的嘛 然后看到那种树叶也在两旁 然后这边有这边小小的桥 还有下面有一个 那个应该是葡萄沟的水吧 山泉水化的 我觉得像这种小道啊 特别适合三两好友走在这里聊天啊 或者在来到这里附近秋游 特别惬意 秋高气爽的 温度特别宜人 在这个季节的话 土口翻了 我感觉温度是刚刚好的 不是很冷 也不是特别的热 现在也是11月份了嘛